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Soy 过了生日,我还是很开心 事业完我昨天生日 我昨天收到很大杂花 我希望顺便藉着这视频教大家如何插花 其实这双花是很颜色的 有很多我不懂的花,其实是很漂亮的 这个是很漂亮的,其实是 接着这个,这个也很漂亮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接着这个是蓝色 其实这个蓝色我是很喜欢的 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而且蓝色是红色黄色的 其实是很适合的 颜色的配搭 而且有时男生不知送什么给女生 其实送花是真的没死的 不过就不要这么干净 只是送玫瑰花 因为玫瑰花,女生觉得 如果没有生意,就只懂得送玫瑰花 我觉得偶然送玫瑰花 不要只是玫瑰花 有些意外惊喜 其实女生肯定会痊癌 而且为什么叫插花呢 是因为如果一盏花 就这样放在这里 最多可以放三天 三天之后就会枯干死了 你必须要把插花 拆开放入花瓶里面 就可以放多一个星期左右 拆开放入花瓶里面 首先要准备花瓶 首先要准备花瓶 这个是要用咖啡粉的 不要浪费 我拆了个招纸 拿了咖啡粉出来 就当是花瓶用了 但其实我都相信这个不够 因为其实也挺小的 不要紧要尽量尝一下 尽量尝一下 而且要准备的就是剪刀 好像拆礼物一样 很开心 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 草 你不要草 因为通常会架杂 一定会架杂草 那这些呢 你就把它拆掉了 不要摆了 那譬如这些花 这些呢 就剪掉了叶 它 还有有刺的那些 就尽量剪掉它 然后把它拆掉 因为呢 如果你拆掉它 放入花瓶那里 那里呢 那些草 那些叶 是会压了整个花瓶的位置 就会湿 就会阻碎整个花瓶的空间 所以呢 就要剪掉了叶 就剪掉了一个花瓶 这个 这个 这个管超粗啊 这个管 看看这个 和这个 超大分别啊 很漂亮啊 这个 很喜欢这个啊 哦 这个呢 它是三变 每变都是一样 就是无论你怎么转 它都是 都是这么优雅 它是很优雅啊 这个真的漂亮 到不只剪啊 很漂亮啊 很漂亮啊 但是没有办法 都肯定要剪 但是没有办法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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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个啊 我喜欢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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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下剪下 这堆就是我们不要的东西 剩下这堆花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刚才那个玻璃花瓶是完全不够用的 可以怎么做呢 我用了啤酒瓶 把花的不同种类分开 我用了啤酒瓶 然后就把不同种类的花分开 因为同一个瓶就放玫瑰花 我就想它有些层次感 剪下不同长度 有高中低 比如像黄色玫瑰花 也有高中低分 如果是想集合组合一个花瓶 再不同的花的话 提示是什么呢 比如一些白色的 比较小棵的花 放低一点 如果剪的时候 就把它们集合 然后就剪一个长度 比如蓝色和粉红色 这些比较高深的花 我就会把它剪长一点 让它在下面 白色和黄色一个层次 然后蓝色和粉红色一个层次 又有不同高度 如果放在一起 就这样做 如果是一个瓶里 放同一种花 我就剪不同长度 如果是集合的话 就同一种花 就一个高度 其他花就不同高度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video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